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买牛回来的第七天 然后经过这一个星期的调理 这个应急反应已经基本结束了 今天我们会适当的给它们加料 然后少量的加 先给一点 这几天无论是吃口 还是身体上各个方面的状态都非常好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最关心的 这个小黄牛拉锡的问题 经过我们这四五天的治疗 现在已经痊愈了 然后现在正在排便 它那个粪面已经完全成型了 而且也有油膜 就是最好的状态 然后也有不少朋友们问我们 你们是怎么治疗的 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第一个不卖药也不卖货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给它灌服的 白头翁伞 然后注射的博洛回注射液 这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治疗方式 然后未必适用于大家 所以大家仅作为参考就可以了 然后今天第一次给牛加料 比如说已经撑好了 这个里面 这个是一会儿要加的精湿料 美头牛四两的浓缩料 这个是玉米片 然后美头牛六两的玉米面 美头牛只给加一斤 先尝试一下 看一下它的状态 潮是不是太多了 我怕嚼不起来呀 没事 嚼开了 嚼开了啊 嚼开了 料少没事 那我往里倒了吧 倒 就拌着一罐来了 就拌着一罐 然后因为料不多 我们只拌着一次 只拌着一次的 然后剩下的还是添干草 这些牛来我们家第一次吃玉米面 然后一个牛只有六两 可怜巴巴的 然后这个浓缩料 我们也第一次喂 这回不能上车了 直接我们得灌袋子 我们俩人工一点点背进去 而且感觉好像有味儿香味儿 当然了 你料白加呀 白蛋滴了滴了 这回加了六是真成的 那少了 那别动太满 别把放了 我一会儿淋不动 主要是有水 一会儿我都背不动我的 这里面丁蒜 你把那一桶水又倒进去了 大半桶 主要是这里边 丁蒜多了六十斤的料吗 哪有六十斤呢 三十斤 啊 你的三十斤 一天六十斤 三十斤的料 那是湿的吗 湿的湿 那湿的湿都在这儿 湿的两半啊 这些小牛来我们家第一次吃料 虽然料不多 但是聊胜于无啊 整体吃的状态都非常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等吃完之后 今天明天观察它们垃圾的情况 如果没有垃圾的情况 这样喂两天适当的 还要继续往上加料 然后逐渐的把这个饲料笔 全都加上去 开始拉骨架的阶段了 然后除了每个牛四两的浓脱料 然后那个六两的玉米片 还要再给每头牛两斤的颗粒 这个颗粒是开口料 然后这个牛非常喜欢吃这个东西 老香啊这个 我觉得这个当那个猫粮狗粮味都行 每个牛两斤 加一块就是三斤精塑料现在 看状态吧 看拉不拉稀 今天喂一天 如果明天刷刷拉稀 你就不能再往上夹了 如果拉稀 如果拉稀 赶紧把这个颅塑料什么都卸掉 都拿下去就不能再喂了 现在早上到六点半 然后牛也喂完了 水也喝完了 整体状态非常好 这一次应激调理的可能 比去年要成功很多 然后今天还有明天就观察他们排便问题 会不会拉稀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早上的喂牛工作就结束了 然后视频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晚上喂牛直播间见 拜拜